幸福好时光 我真的很不喜欢讲热门话题 可是我们今天来聊聊蛋吧 而且我们聊由一个国际观的蛋 蛋是本来是平价的蛋白质 所以呢 它是刚需的物品 那当它缺乏的时候 大家就会比较紧张 就好像你每天要用卫生纸一样 那么蛋的紧张是来自于 它是由有机体来产生 那卫生纸可能你只要工厂加个斑 很快就会补上来 尤其是吃素的人 其实我认为 要是我会把蛋让给吃素的人 因为蛋真的是很多 吃蛋奶素的人 就是唯一的蛋白质的 应该不是唯一的 就植物中有蛋白质 但是它唯一算是 动物性蛋白质的来源 其实蛋通膨叫做agfreshen 这并不是台湾独有的 所以你一直在骂 也是不太有用的 实质上它现在席卷世界 只是台湾很习惯 只看到自己 从来觉得我们是世界最大岛 所以并不知道 国外也发生一样的事情 老实讲啊 就如果要用价钱来看的话 比起欧美日 我们的蛋涨得很慢 那么可是 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请你自己用内心的理性 验证一下到底怎么样才贵 因为他们放手让蛋价上涨 因为他们正视了一件事 补贴无助于解决全球禽流感 还有饲料价格高涨的长期问题 那么你可能要提升的是 养鸡产业的竞争率 还有它必须少一点 受到这种像流感一样的 这个机温所感染 增加长期供给 让长期供给稳定 才是正解 鸡蛋价格的上升 背后有两个因素 所以大家不要 就是只要抗议 但是不了解原因 其实任何事物 都有它的原因要了解 如果你承认这个 那你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光感性 光冲动是没用 其实蛋价跟房价一样 会长也都有原因 好我们来谈蛋价吧 其实从俄乌战争开始 因为乌克兰也是个世界粮仓 那么世界的这个黄小玉 就是黄豆小麦玉米 供给就减少 价格就大幅上涨 那么请问你 那鸡是吃什么的呀 鸡吃黄小玉 所以占鸡蛋生产成本六成的饲料 你一定是要有的吃 要马跑一定要吃草 对不对 鸡也是一样 它要吃饲料 所以鸡蛋的价格就水涨船高 再来还有一个比较短期 但是致命的原因叫做 高病原性的禽流感 它就在世界蔓延 可不是只在台湾 那这类的病毒致死率 其实鸡比我们可怜 我们那个一个COVID-19搞了半死 你知道禽流感的致死率 对鸡高达多少吗 其实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 只要谁能够研究出 对抗禽流感的 不要它蔓延的 我相信它会得诺贝尔奖的 它致死率高达八成以上 那这已经是世界有纪录以来 很高档的 很大规模的流行 光这个欧盟啊 美国日本三个地区 铺杀的淡机就一亿只 当然你看致死率达八成 那铺杀就是为了 让它不要再度蔓延 那可是呢 这个铺杀就会减少机支嘛 各位还好我们现在有人权了 否则呢 万一得了COVID-19就被铺杀 你想想看 其实机就在过着 这样惨痛的生活 那这个一亿只 大概也不算很多了 但是是这些国家的淡机的一成 那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不扑杀的话 它很可能蔓延到八成 那怎么办 所以这是一个很痛苦的问题 根据食品批发产业试调 有个龙头公司的显示 每少一趴的淡机数量 那鸡蛋的批发价格会上涨多少呢 各位经济学并不是说 鸡少一趴对不对 那价格就多一趴 没那么简单 他们有统计过批发价格会上涨六趴到八趴 那到了终端售价 就是会上涨十五趴 所以少了一趴的鸡 少了少了十趴的鸡 鸡那就是状况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美国的批发弹价呢 在二月的时候 毕竟美公斤是台币已经到了批发哦 就九十三块了 也就是三块美元左右 那相对去年同期 他们的批发弹价 因为美国农产品本来算是便宜的嘛 已经涨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那末端的售价就是大涨二点五倍 因为末端一定是放大 我常常遇到一些不懂商业的人 常常说明明这个东西 比如说才多少钱 你怎么卖那么贵呢 怎么转换汇率就那么高呢 各位只要任何的转换 中间都有非常昂贵的付费 比如说就是照这个原理 就是少一趴的淡机 那个售价 终端售价都是会涨十五 因为中间的整个作业流程的中间 所增长的价格绝对不是只有商人无良 而是运送价格 还有末端一定是一直一直加上去的嘛 那你如果说 所有商家都不赚你钱 非常好 大家回到原始世界 自己再去采集跟种植吧 这不可能 没赚你钱 只是赚的比较少钱 那么欧盟呢 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 食物价格普遍上涨 而且你看打了这么久 他跟COVID-19一样 本来你以为他三个月会结束 他搞了三年 俄乌战争你以为也许会落幕 但是大家还很坚持 所以鸡蛋呢 其实它也不是涨幅最高 它是全世界涨幅第六高的食物 那么本来呢 台湾也会从日本进口蛋 现在日本也缺蛋了 其实日本的农林水产大臣 也曾经出来道歉说 他们去年就开始涨了 我们还慢了点 他说他我以为一月份的 蛋的价格就会下降 可是我错了 我没有预测到未来 你知道日本的批发蛋价 每公斤是多少吗 就是76块 创历史新高 年涨幅到91% 你知道台湾呢 批发价年涨是13% 有显著的差异 但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 其实我们的蛋机 基本上 也还是每天都在努力着 可是 我们就这样嘛 就是有的时候 就突然有 什么缺抢什么 就好像当时也抢过口罩 卫生纸啊 点点一样 那政府也有干预市场价格 可是事实上 现在的比较自由经济学派 是反对干预的 干预物价 好像可以暂时控制价格 但这是一个糟糕的主意 为什么 因为自由经济 这个是一个有效市场 我个人是这么认同 这一派的主张了 你因为干预 大家知道 它价格被压下来 答案就是什么 就是你赶快去抢 它就被视为是珍稀的资源 而且价格比它应该的便宜 好 那我就讲到这里了 这就要做淡的通膨 我觉得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研究题目 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 非常可爱的林文心博士 他上次讲他的 草根小孩的故事 家里真的很穷 要出去当小贩 可是呢 也就莫名其妙 其实是一路奋斗 变成一位 拥有非常多的 奖项的博士 林文心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院长好 你的奖项到底有什么 你自己说吧 先把它念一遍 其实我在学校 得到过很多奖项 什么产学奖 还有卓越奖 然后如果是外面的话 像有经济部的创新研究奖 还有很多国科会的 国际专利等等这些 他的硕士博士写的论文 全部都是益生菌 就绝会半路出家 而且是台湾相当早 在这个领域开拓 去寻找人的 就是防止这个 他对于环境的刺激太敏感 你看我现在讲话都很小心 的那个因素 然后终于从那种婴儿 的身体里面 刚出生的 找到了某一种 为什么刚出生的小孩 有几个礼拜 或几个月都不会生病 因为里面有某些保护的基因 那个菌在我们出生之后 就消失了 应该是说 小baby在生下的时候 其实小baby的免疫系统 是很不好的 那应该是说还没成熟 不是不好 那如果是老人家长辈 他可能免疫系统 真的是越来越不好 那小婴儿是不成熟 那所以我们的肠道呢 就会有 我觉得这种很多东西 我研究做那么多 有时候人家说 什么上帝创造人 那我当然 越来越相信 对不对 我倒不是什么 天生万物 有物有责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生命的起源 是从一个 一个细菌 一个藻类 一直演化来 我们是比较相信科学 那但是我觉得 人最后在创生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体 做了很多巧妙的构思 比如说 妈妈就会 自然产 妈妈就会把他 这个菌虫 传给下一代 那当然也包括了 他身上的基因 比如说 今天这个基因 是比较强壮的 那他就 小孩子也拥有同样基金 但是我觉得 他后来的这个 细菌的菌虫 像益生菌 保护这个宝宝的健康 这个很重要 所以刚刚院长有说 这个小朋友 比较不容易感冒 第一个当然 我们比较没有 让他接触外界 第二个是 要母乳 母乳的里面的抗体 营养成分 会辅助孩子的成长 然后还有一个 最大最大的关键 就是他的菌虫 肠道菌虫 就开始训练 他的肠道的免疫系统 因为宝宝生下来 包括我们大人 我们有七成的免疫系统 在肠道 所以你看这些乳酸菌 当然也包括了 一些的坏菌 开始去刺激 他的免疫系统 去让他越来越强大 所以这时候 宝宝的免疫系统 就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成熟了 好 这个原理 林文心很清楚的 就把他说清楚了 那么我们今天 要来谈的 其实不是他的发明 但是为了要介绍 一个伟大人物的过去 一定要先讲 他现在有多伟大才行 他其实也是一个 从学院里面 他还在学校教书 我还在要学系教书 但是也走出来创业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产学合作的 非常值得期许的形态 以前 很多法令 在限制老师做什么 其实我一直觉得 那个是相当的过去 因为那学者的研究 只能教学生 然后不能够跟业界结合 那请问这时代是怎么进步 因为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发明 假设你花了一百万的话 一定只是所有推广经费 要造福人类 还要再加上 要乘你一百倍的经费 所以如果你没有 跟产业界结合 任何的研究 他都只是paper 我们又看不懂 是非 我觉得这个院长讲的真的很好 所以你不要叫我院长 他讲的是人生使用商学院 商学院的院长 我是雇员 老师光已经主持了 扩养一十年的主期 老主持人 然后这个就是说 我忘记了 你被我弄到不知道要讲什么 等一下 对 我说一定要乘你一百倍 你才能跟变成一个造福人类的东西 任何医药发明都一样 恐怕我的一百倍还是低估 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想法跟我现在在做研究的想法很像 就是说 我做研究二十几年 其实我算是很年轻的教授 那我在学校的时候一定会有新陈代谢 也就是说 你五十了呢 对 但是我算是中生代的 哦 真的 对 好 还有老教授到七十岁的啊 七十岁借点退休嘛 你现在跟妇产科医师一样 你说 戴雨姐 我虽然五十多了 刚五十 我是算是我们这里面很年轻的 是 因为后面没有人要来进来 其实我在我们学校 残年了 大概将近五年是最年轻的教授 哦 对 我是我们学校 那当然就是这个 这个是 前江后浪推前 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那我现在当然是中生代的教授 那我 我做研究二十几年 做了益生剧的研究 我发现说 因为我做出来的东西真的很有效 真的很有用 那我看到很多教授退休的时候 我们西上的教授 他就把他的著作 全部都叫他的学生搬出来 垃圾桶外面放 嗯 然后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都会捡回收嘛 那我就看到那些 他的 他的书 我就很想捡回家卖 然后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 我小时候也有这种习惯 觉得 那个丢在那里很可惜 我们家隔壁那个收二手回收 都背背 你给他东西 他会给我好几块钱花 你知道吗 所以 当然这是爱物习物 但是我觉得 我就会去翻老师的一些著作 他说 这些书很多有用啊 这老师做的研究 为什么就这样丢掉了 那他就退休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就开始 觉得说 我的研究 这么好 我筛选 我刚刚说 我从 baby里面 从母乳里面筛选了好多 三万多株的菌 那我一直在 我们实验平台一直筛 很有用的菌 比如说像可以调整过敏体质的啦 可以保护宝宝的肠道啦 保护我们大人啦 便秘腹泻的啊 消脏器等等 很多功能的益生菌 那我觉得 难道我就 像这样教授这样退休之后 Nothin了吗 不是那种感觉很 很奇特 对不对 空洞 就是 我做了这么多 我认为这可以改变人类 或者是也可以拯救很多人 对 可是如果我只是把它 他就像其他教授一样 他只在乎在paper 发了几篇国际的 我相信你也发了 我也发了 那发了之后 诶啊没了 And then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明明我有这个技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 你的想法 虽然我们个性真的很不同 可是你的想法跟我的出发点是一样 很像 难道我们现在是怎样 这个已经 就是有足够一辈子花的钱 就要等死嘛 是 我们也不是要知名度 我们是要 你是不是还可以有用 是 天生我才必有用 其实我一直有这种想法 那 那我就觉得说 而且我 你看一个教授的养成 我从 从小时候开始念念到博士 然后又做研究 又当上教授 又拿了很多教育部经费 而且你承担了 尤其你是一个穷孩子 你承担了非常多人的恩惠 才能走到今天 对 上一次我说 我好多生命中的贵人 都是我的老师 但是还帮你付学费 不然你根本没办法练大学 高中老师帮我付那个联考的费用 对 你看 那大一的费用呢 那我就办公办读 你看 我就办公办读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小孩 很多 我家境真的没有你辛苦 可是因为我是因为过度叛逆 被断绝经济资源 所以我很理解 那时候只要有人帮你一下 你就感激涕铃的一种心态 对 真的是痛哭流涕 真的是 有时候真的是想到 以前的老师真的会想哭 那 那后来我就觉得 后来应该是说 这因为我拿了计划 有国科会的 教育部的 卫生署的 农委会的 就是大概这些 跟我们生物类 医药类有关的 我们都会有计划 啊 我也承受了很多计划 所以 我觉得我的研究也 这么多的单位 support我 支持我 那我就这样子 把他 把我的研究 我70岁了 我退休了 就把他丢掉 这样子吗 这样不对 因为其实你用的是 名指名高 虽然政府不在乎 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 学就学 惨就惨 最好不要 这个 最近才有一些 允许的条款 在让 产学手牵手 否则以前都只是怎么样 所谓产学合作 就是叫学生 缺乏经济的 去产业打工 可是这个没有增进 高级知识分子的路被断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应该 这些 其实这些经费 确实是 名指名高 然后我觉得 我做的东西 是不是应该 把它量产 然后回馈给 这个需要的病人 我讲实话 就是或者是 你是亚健康的人 你需要 调理你的肠道 或者是你需要 保护你的宝宝 健康 像最近就有很多 年轻的妈妈 来找我们说 他的宝宝两岁三岁 甚至几个月过敏了 怎么办 问我怎么办 要吃什么菌 那像我们就有 母乳筛选的菌种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其实这个过程 说起来简单 不容易 这位最年轻的教授 现在也50了 他走了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但其实我后来觉得 每一个 就是 每一个挫折 曾经都是转机 因为林文心教授 他也跟 业界很熟悉 是因为 他其实为了养家活口 他曾经在业界 努力的去做 研发的实验人员 所以才知道说 哦 原来业界也是这回事 并不是象牙塔里的教授 好 接下来我要讲的 可能大家会更感兴趣 不只是研究的部分 刚刚林文心 跟我在聊天的时候说 其实一个人 在业界的赚钱能力 还有看见商机的眼光 也都是经济训练出来的 对 这个我是觉得 因为 所以我上一次 你可以讲的更可怜一点 让我哭的话 我就 上一集已经哭过了 不是 那是你哭啊 对 上一集我快哭了 你如果能够让我哭的话 没有 这一集我们要讲快乐一点好了 那我就那个崇拜你的快乐 没有 这一集我们不讲哀怨的好不好 好 那那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 我讲实话 其实 我刚刚有说到 其实为什么我看到那些水龙头 或是看到宝特瓶 看到一些纸 我都会想要把它捡起来回收拿去卖 我的学生 其实我当教授还这样 有一次我们学校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这种心态 我都会觉得说 这些东西好像很可惜 难道不能够再利用吗 对我讲一个题外话 就是我们学校就是在改建 然后把我们的旧的实验室打掉 那水龙头是铜做的红铜嘛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工人都把它全部拆起来 我说哇 哇这个我们的实验室那个铜是三个水龙头 那个很重 哇这个很可惜了 我都全部把它捡回家了 那是古董 不是古董 我拿去卖 一公斤270块 你这样 我把它变成古董 然后还有他们 很多教授丢掉的电脑荧幕 还有电脑他们都丢在垃圾桶 我都把它捡走 然后我的学生说 老师又在捡垃圾了 我会说 你捡了干嘛 你捡了干嘛 也把它拿去卖 一台荧幕50块 一台主机100块 谢谢 不好意思 你知道这些东西可以变成财富吗 如果你是一个有一个上市公司 专门在处理回收电脑 我知道啦 因为来得有金银铜铁啦 我不是做那种专门 他们毛利率很高耶 我知道 那我觉得他们的事业很伟大 我觉得真的很棒 那我个人是因为我看到熟羊 那我知道 这些东西你把它当成垃圾 就丢到垃圾桶是焚化 我觉得很可惜 我完全同意你 其实你不剪也有别人的剪 它可以reuse啊 它可以再利用 没错 而且有的虽然卖 我有的还会把它硬碟拆下来用 可是乡间的小孩 他没有电脑 他还是需要啊 对 那反正我就是把它收一收 我那一趟卖了一千多块 因为我剪了很多 都都在我的桌脚下 然后卖了一千多块 我就请同学生吃饭 同学来 要帮忙搬那个回收电脑的 通通来一起吃饭 我讲的是真人真是 可是这是爱护低穷 然后我的学生都觉得 林老师很奇怪 我同意你 你永远不会变穷 那我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自己是一种习惯 所以还有一个很好笑的 我一次上课 有一些学生莫名其妙 没关系 你不用一直讲研究 你可以讲好笑故事 因为我们听众 比较喜欢听 我也是好 我在上课 大家都知道你的研究很伟大 然后有一次 那个剪科系的学生 莫名其妙 他以为他跟我很熟 你知道 他就说 老师 你为什么全身都没有名牌 他在上课中 举手 不是下课 我说 为什么你要这样问 你为什么不问我上课的内容 你问我老师有没有名牌 那个学生是在睡觉 然后我就说 我就有点愣住 我就说 为什么我要有名牌 然后他就说 我们西上海教授都穿 阿玛尼的西装 你为什么都没有穿的 感觉很普通 中医院大学这么有钱 我都说我都穿 罗宝典的 还有那个 YES MIGHT 这两个品牌 他们听不懂 路边摊 罗宝典 YES MIGHT YES MIGHT 其实我说真的啦 很多人他就是有一些 就是背着现代的某些势力观处理 他可能要看你有多久 那我以前小时候在念书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要翻身嘛 上一集我讲话翻身 我一直在我的书桌上写 那个青云有入自为梯 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一定要翻转我自己的人生 那我承认啦 我现在档案教授也不错 然后我又有衍生公司 对 那这个衍生公司 而且是学校也在support你的 对 这是有点类似校伴区业 而且听说你也是学校的 那个某种裁员的来源 裁员不是那个裁调人员 是财富的来源 因为衍生公司 这是 这个是教育部 因为CMU是中国医药大学的简称 对 因为这个公司 为什么叫衍生公司 就是由学校跟教育部 跟国科会一起推动的 对 他们现在 他前几天还写信来说 呃 李文心你的衍生公司的KPI 呃 营业额多少 他类似他会询问这个 我说为什么 他说教育部要知道 教育部要知道 你真的不要写太多 不用 不是我会实在写啦 然后他会有一个回馈金 叫3%会回馈给学校 是 那学校会在上缴2%给国科会 对 这学校只留了1%而已啊 对啊 可是 就是这样啊 可是当初 要衍生的时候 有迹速一转了 我学校不是盈利的团体 他是这个财团法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 其实一直是说 像教育部 国科会啦 经济部 他现在都是鼓励教授 要去把你的知识能量 释放到民间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不释放 我就一直觉得 你不释放哪来的台积电 哪来的联电 哪来的联发科 嗯 所以其实很多学界跟产业界 是要互相合作的 是 那我们的衍生公司 也是大概是这个概念 嗯 对 是 好 所以这个就是 但是你是不是在产学之间 或者这种 开始变成一个公司 在推产品 你应该算是 台湾的前几个人 嗯 成功的是第一个吧 我不敢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说 这是一个陷阱题 但是我可以跟 跟大家报告就是 我是我们学校 第一间衍生公司 而且是当初很多 其实很多同事啦 都会能有点 你要当说是朋友 我这种 这个院长最有经验 就是说 你们只要通常有经验 一定是 那个人生里面 甄嬛传被附黑的 那个部分 我的确很有经验 他会说 遇到我就会说 林老师 你的公司能存活几年呢 林老师 我就看你怎么烧钱呢 对 因为他们一定 他们把这生意 视为洪水猛兽 认为那个沟 就是简单的读书人 跨不过来 其实这个我也有很多心酸 他还会甚至会说 林老师怎么不好好教书 做研究就好 为什么要去 做这些衍生公司 可是他们都不 难道他们都不知道 我是教育部跟我们副校长 叫我来衍生的吗 因为 其实那时候副校长 看到我的研究做得很好 我曾经是我们学校 Top1第一名的 对 他也必须要有眼光 对 他们就 他们就来找我 副校长来找我说 林老师 你研究做得很好 而且你的益生菌 对大家都很有帮助 因为 其实临床上 有很多益生菌的药品滋号 然后说 对大家有帮助 你要不要来弄衍生公司 所以那时候是这样成就的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后来这个衍生公司 其实我们做的 也是稳定的发展 对大家 对很多 也许是病人 或者是亚健康的人 其实也 获益良多 好 我们等一下来讲 亏寒与挫折 我相信一定有 因为没有的 就表示你是庸才 没有酸民也是庸才 来 我们等一下再聊 好 再来 产学合作 黑寒与挫折 我不相信没有 尤其你说你是 最年轻的那个教授 对不对 因为他是医药的体系 请问你几岁当教授 其实我们刚进去的时候 叫助理教授 然后经过副教授 再变成正教授 因为我 我算是比较年轻的中生代 那我在去年的时候 正式升教授 你们学校比较严格 因为我知道有那个科技大学 他也在做产学合作 他是 他37岁就当教授了 因为我们是研发型的 这种教学大学 所以我们的审查 本来就特别严格 而且工学院其实就是 我应该算是 算很快升等成正教授 对 我应该算很快的 这个去年 以你的贡献这样算很慢 那其实像 我必须说 像我们研发出来 这些益生菌 其实对我们群众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像很多民众 甚至也很多医生朋友 都会问我说 有时候因为我们会聚会 去露营 他就说 我记得有一次医生 他就很紧张的来问我 而且他是小儿科 然后说 林老师 我小朋友过敏 到底怎么办 然后我就说 你不是小儿科医师吗 然后他就说 可是他们知道 有些用药不好 会染成习惯 就不多问 因为他跟他太太 这个医师娘 一起来问我 我就说 其实我想你们来问我 也是知道 其实药物某种程度 当然是很有效的 那可是 对于小朋友的体质 是没有办法转变的 今天他小朋友 气喘啊过敏 我们当然可以用 抗组织啊 类固醇的药物 去压抑他 可是事实上 他的本质没有改变 比如说他小朋友 他的过敏的整个体质 他的免疫细胞 没有转变 所以像我们就跟 儿童医院的院长 去筛选特殊的菌种 他可以调节 这种我们的免疫的体质 因为我们透过 调节性T细胞 他可以让他的免疫 更正常化 就比较不会发炎啊 过敏等等这些 像便秘腹泻啊 其实也有很多 不管是大人 或是小孩子 现在便秘也好多 所以像我们 筛选的菌种 可是你讲到便秘 就打中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嘛 为什么益生菌啊 这么受欢迎 还有叶黄素 是两大受欢迎保健品 是 为什么 那就是3C用眼力啊 还有生活 还有食物的关系 让他无法通畅啊 对 其实尤其是益生菌 过敏又是环境污染 三大原因 因为我在研究很多素材 我也做过很多天然物啦 妆草药 包括像叶黄素啦 等等这些 我们都有研究 那如果我要说 特别是小宝宝好了 刚出生了 很多新手妈妈说 我小宝宝要怎样给他 免疫力好一点 他的小朋友过敏了 那我会跟他说 益生菌最安全啊 因为他没有毒耶 只是你今天 你在生下他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送给他 很好的菌 让他的肠道产生了 过敏体质 你没有给他很好的 那我今天从研究室里面 那么多 里面3万多株 挑选出来菌种 却可以调整你 调整你宝宝的过敏体质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所以我们也做过 像我们也做过 肝癌病人啊 肝硬化病人的实验啊 还有做过 这个小朋友的学习 智力 我们也有精神 益生菌可以 提高他的智力 调整我们情绪 帮助我们的睡眠 其实这个乳酸菌 就是像我们人一样 有不同的专长 我们去筛选它 它有不同的功能 对 好 这就是你的这个研究 但我刚刚要讲的是 黑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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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回避就是 这是一个心酸的过程 你讲其中一个小心酸就好 不要讲大心酸 我就知道 你在躲这个话题 不用攻击到你们的同宅 其实我一开始 一个教授会接的黑寒才多 我知道 其实 不能说黑寒 我觉得 他们是有点像 表面上跟我很好 是稍微假的我一下 假的你知道 我做得很成功 其实我在我们学校 没有什么敌人 大家都对我很好 那但是会有那种 那种 有点稍微酸你一下 酸你一下这样 你就是诚恳 因为你不是 你不是什么做人 你是一个不会主动去 attack任何人 或嫉妒人的人 我不会去攻击 其实这一点你跟我差不多 我反而都是一直崇拜人家 我说 教授你做得好棒 我觉得我好崇拜你 我会这样子讲 我对于成功人士也是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我常常有很多人就想 你就是崇拜郭台铭 董事长 不要这样讲 你现在说我崇拜郭台铭 会被那个某个颜色的网军攻击很凶 因为前不久呢 我有个朋友是台中的老师 他就是表示他怎样 他真的不是一个很红的老师 哦 涌入一万王军 你不要开玩笑 好 继续 那反正就是有 当然有一些同才会双我 无论是好意或是无心 但是我在经营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是公司的研发长 我不是董事长 因为教育部还没有双榜 教授可以担任董事长 这跟大家诚信 但是我是担任研发长 持续主导公司的研发的方向 那我曾经为了就是说 因为我不会行销 那我们在行销的时候 我遇到一些诈骗的 我觉得博士的问题就是说 你会做 你现在已经比人家会做产品 会把它产品化 但是你还真的不会 对 我真的不会行销 因为我又不是商学院毕业的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每天都 商学院毕业有的也不会了 我现在每天都在听 人生实用商学院 所以为什么我每次都看到你 院长好 院长好 原来好努力 我最尊敬院长了 然后包括我们 我们药学系的院长校长 那我真的是不懂行销 但是我对我的研究的信心度 是非常高的 是高到爆棚 因为我在我们国内 我觉得我的研究 算是相当前卫相当好 我也觉得很棒 我是经过实验的结果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什么都会试吃 对 所以我遇过诈骗了 他那时候他就来说 林老师你不会卖啦 我来帮你卖 油腔滑舌了 我们想说这年轻人看起来很恩道 不错 结果我就给他卖 你知道吗 怎么你本来看成的标准 跟我一样肤浅 刚来很有礼貌 你知道吗 然后我也不认识他 第一次来拜访 然后我们想说 有人帮我们卖益生菌 那是好事 因为其实以前我们都卖原料 然后你把代理权签给他 对 我就签给他 你看这就最可怕的 各位真的不要签那种独家代理 因为你会刚好毁在他手上 这是我看过很多影剧圈的人 或什么 那独家代理基本上很可怕 我们就混混 你知道吗 所以教授到产业界 很多我的朋友都笑说 林老师你是小白兔 我说为什么 你侮辱丛林 对 有很多财狼虎报 他如果先帮你签了 一纸契约也没有给你钱 先给你三年 他是有卖 卖得很好 回购率非常高 卖到公不应求你知道 但是后来有民众打来 卖到公不应求知道吗 卖到断货缺货 因为必须说他们口才也很好 对他们口才很好 他们有50个人 一直在狂打电话给你 他们是那种电话行销 然后缺货的时候 我才知道 一盒卖到一万块 我的一生去 天哪 好我们等一下来讲 那林教授应该发财了 可是竟然没有 没有啊 好我们等一下再讲 幸福好时光 其实诈骗集团是毛利很高的事业 在这里呢 我每次都忘了宣称 拜托你在YouTube 或者是在Line 看到吴淡如要推免费课程给你 我跟你讲 我虽然常做公益 但是免费课程是不可能的 因为花了那么多力气 免费课程只有在 人生使用商学院的Podcast 他的确是免费 那其实任何免费的背后 一定有人出钱 这个你要知道 不是企业家 但很可能就是广告商 所以这就是现代媒体 整个形成的因素 那我没有空跟各位加Line 也不会指导你 去投资标股 我从来不讲标股或什么技术分析 而且我真没空跟你一起研究 连读书会 基本上 我都觉得 我自己读比较快 我除了有几班学生 就是总共来三百人 每两个月要读一本书 那也是跟中广的 之前的这个学院的课程有关系 我带他们免费 带了三四年 每个人都有很长足的进步 可是我的意思说 是谁有 谁要免费教你LINE 然后教你标股 一等级要骗你的钱 叫你去抬轿 是 然后上面里面 连我的人像都有 都假的 你要知道现在 我们每个人的脸 都是他的资料库 台湾诈骗真的是太多了 我觉得之前的柬埔 在世界也是很夸张的 前不久这个资安 不是说我们现在要管理吗 我一个朋友是一个很大电脑公司 我同学 就是吓死你的电脑公司的总经理 他就反映到最高层 结果说 现在要把资安列为国安问题 对不对 后来得到结果说 这个软体我们管不到 那我不知道怎么管 因为所有软体都美国人的 你都管不到 所以我那时候被 我吓到 那时候我是跟他说 我这种伎量 你大概试价 我们都是看试价 大概卖到一千六百到两千 那时候是三百亿的 那时候给他的是三百亿 哇 结果他卖到一万 我真的是疯狂 那刚刚说 我有没有赚很多 当然是没有啊 因为千合一的时候 一盒卖他多少钱 盘价是固定的啊 他卖到一万 他赚了很多很多倍 很多民众都会以为说 林老师你赚很大 其实你那时候一定很痛苦 对不对 你看那我后来这种成熟不穷 我后来真的是火大了 然后他们还 还有一次很过分 他讲什么 你知道我会说 他们也跟人家讲一万 我真的那一次是吐血了 然后他会说 你为什么卖给那个人家妈妈 得大肠癌 你应该算他便宜 一给你怎么还卖还一万 然后还跟他说什么 林文新教授很慈祥 很慈悲 算他六千 打六折 而且还仿仗你 打电话给消费者 还用我的名誉 我真的是吐血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就跟他退货 我人在上海 我那时候在开研讨会 我人在上海 我怎么跟你讲这些 所以那是骗子 我回去马上不供货了 我后来就把他们端货 结果他们就 他们就 当然就很生气 你那 诈骗集团好厉害 结果我给他端货之后 他马上去随便去 拿一个阿里布达的益生菌 来卖 然后他怎么说 这个是某某大学 跟中国医药大学 合作开发的新一代益生菌 就这样把我们取代掉 把你变成旧一代 对不对 把我变成旧一代 可是人是这样 他如果后来发现 完全没有用的话 请问那个产品 取代你的产品还在吗 当然他会越卖越差 那当然就是 重点是 很多民众就会被他 又牵着鼻子走了 因为他们会 他们50个大军 会在一直狂call电话 结果呢 那个牌子还在哦 那个牌子还在啊 而且还有一个艺人代言过 然后他们很有钱 赚到钱 可能还有一个艺人代言 那但是anyway 我们不管啊 其实我现在也感谢他啦 他也是我的贵人 因为后来我们就真的 很多还有很 因为我把断货之后 很多电话行销公司 都来打电话来找我 我说林老师 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子 我们不会 绝对不会 我说我不敢 我被你们吓到了 我们自己做 所以自己做 虽然比较困难嘛 可是后来你会发现 电话行销 现在每个都在转型啊 但是现在才转型 有一点来不及 有没有 因为他们大概在疫情期间 还会说 我们电话行销很好啊 一年一个月 我们还可以赚200万 可是现在大家都很着急了 因为目前 这个也不知道是要感谢 还是诋毁诈骗集团 因为诈骗集团太常 打电话给我们了 我们会导致 只要你打电话 你是陌生人 我全部都把你断掉 还有银行也狂扣 问我要不要借钱啊 对 但是这些 我觉得都过去了 然后所以呢 我一直跟民众强调 因为我自己在上课 我们大概都知道 其实外面很多保健食品 都虚伪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那我很多人就问我说 那我们该如何 正确选择的益生菌 我在这里 我根本没有办法推荐 但是我跟大家保证 就是我们自己 研发出来的益生菌 真的是有做过临床 人体试验 小朋友的 就有做过小朋友的试验 证实它真的 效果很不错的 那所以 要找保健食品 一定要找那种 真的有做过研究的 这个才可信度比较高 是 其实今天来受访问的是 中国医药大学 医药学系林文心教授 那么如果有相关资讯的话 你也可以打电话到 0225005566 这是中广美少女的电话 当然现在大部分的人 已经像我一样 我已经都不打电话了 我大部分就是用搜寻的 那搜寻就可以搜寻 中国医药大学 很重要 或者你可以搜寻一些 林文心教授 那个心有一点难写 就三个金 他因为他爸爸 我阿祖 期待他很有钱 果然已经梦想成真了 这个是有故事的 他说我们家在穿的 给他生一个孙子 我才会比较好 就三金好吗 你心就成型了 你了解我 不好意思 请问你家总共有几个小孩 我这一届 三个小孩 其他的人的名字 跟我弟弟都高中毕业而已 没有我是长孙 只有长孙有三个钱 哎呀其他如果都带个两个钱 或者是什么 都叫新不是很好吗 大家可以搜寻我的 那个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 其实就可以找得到 我们的研究的 这个都在网路上都有发表 是 好非常谢谢林文心教授 这么精彩的 产学的研发 然后慢慢的从博士 然后变成一个商业公司的负责人 但是又跟学校有相关的关系的心路历程 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